因為我老婆 我是越南女婿 因為我老婆也是被抓去幹紅衣 就是派出所 他是用抓的 他就是找里長 我們那邊也發生事情 就是工廠發生事情 就是他一定要找里長 管區不能直接來 找里長然後到家裡 然後他就直接跟你講 這是警察局是沒有錢的 先跟你講 他就跟你講這是沒有錢的 沒有他就沒有 他就跟你講這是沒有錢的 第二個關係人是越南人 你要不要幫你活家的人 他直接跟你講這樣 要不要幫 不幫他就走了 好那你要幫要幫就去了吧 他去他又告訴你到開車 他告訴你如果你幫到法院 是有車馬費的五百多塊 一次 他一直就一直跟你講一些 其實為什麼 我一直講說 為什麼他那張說新住民 他要給新住民 其實新住民才會了解 他們的國情 如果今天你講的印尼 如果是真正找一個印尼人 也許找一個外配 來的時候 他在跟法官的陳述上面 一定會多多少少會加 加助一些他的國情 然後他個人的一些家庭背景 那就由法官的自由行政 他就會去判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我今天聽了這個 如果這個 這五個印尼漁工如果是台灣人的話 那不會是判十四年二十八年 搞不好就八年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 如果是台灣漁工很簡單 因為他姿勢水平不高 我只要不把這個船長丟下去 這個行路就不一樣了 我沒有毀屍嘛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實體在船上 可以讓你們來驗屍 到底是怎麼樣發生衝突了 是誤殺還怎麼樣 這種東西在法院裡面就很清楚 可能他們就不會被判那麼重 這是一個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翻譯 翻譯因為我在越南 我也犯過錯 我在越南 我在越南 我直接用腳踹他們 我也不曉得他是公安還是什麼都不知道 還好我是踹到 我是打到他們的所謂的檢位而已 就算我們在保全而已 所以我就揍了 因為以前我們是 只要你拿護照就可以 就可以進到他們check in的地方 因為你如果沒有護照 他就語言是越南人 那後來他改了我不知道 他改了就是你要有登機證才可以進去 結果帶我朋友進去 結果語言不通 一開始語言不通 就跟他幹上去了 反正就被抓了 反正被抓就是 我講的印尼 印尼印辦就很差勁 在這裡我要鼓勵我們台灣的辦事處 在越南的辦事處 他到那邊的時候 他就越南政府馬上就通知 他好像那個應該不是法 是法院 好像我們的檢察署在問訊的時候 他馬上就通知 就是台灣住 不知名的辦事處的人員 然後他就派一個台灣學校的老師 因為沒有人要翻嘛 他派一個台灣學校的老師 然後再派一個華人 還派一個 越南派一個過來會懂中文的 然後三個人在旁邊聽 然後他要求就是先講 你要求叫同步翻譯 結果不管我講的什麼拉雞拉雜人 他就是要同步翻譯給 給越南的檢察官 然後他們那邊講的書記官 還是很不曉得 他講的太大 他也囉囉嗦嗦了 我就覺得翻譯給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 啊這個需要翻嗎 那我就覺得這種感覺 那這就被人說太瑣碎了 那後來是沒事 沒事的原因就是因為 對 沒有沒有 因為後來沒事是因為全部移房 全部移到青山機場 找那個警衛過來 他們在旁邊看 你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還模擬 他們都模擬 因為我踢他其實是很嚴重 那為什麼沒事 因為在模擬的當中我就做了手腳 我說 我說我過去我踢的時候 我就故意 故意我去板倒去踢到他 然後那個很厲害 然後越南那個檢察官很厲害 他說 你在 叫他翻譯說 我再重新做三次給他看 重新做三次 對不對 你 假裝的時候可能會有問題嘛 對不對 還是說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可能不小心辦到 所以讓他看三次 我以為你煎罩 三次都一樣啊 然後透過我翻譯說 這個叫做 因為要跌倒 誤去撞到他 讓他 然後那個警衛就覺得說 好像是越南林那時候 他們多一次不得少一次 因為搞到法院去了 搞到檢察官那邊去了 然後他說 沒有沒有因為是他誤會 所以就沒事 那在那件事以後你覺得說 其實 其實 硬辦在台灣 是他不作為吧 應該是感覺是這樣 我們一樣是外國人到那邊 還是說他因為是漁工 不過你今天不一樣 你去那邊是台商啊 我們去那邊是不一樣 那是不是有這種兩種 是不是 他們到這邊會是這樣 這我就不清楚了 我知道 因為印尼藝術家後來 就是有 他們在台灣 就是拍了那兩部片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部 我沒有看 是在 那個 你有去參加 藝術村舉辦一個論壇嘛 對 什麼贊成不贊成那個 然後 那個也有邀 剛剛照片那個人去 叫樂福利 然後 那個 藝術家就這樣形容說 這有點回憶你的話 謝謝 他們後來 就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處長 聽他講的這些之後 後來 就是好像沒有怎樣 反而還 很客氣的邀請他們說 到雅加達成說 我家住在哪裡 然後去我家喝茶幹什麼的 就是說 身分不一樣 真的是很差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不只是 國籍的問題 是階級的問題 這是被 大家都說爛的 但是他的確就是存在 就是說 階級是一個很大的 矛盾的 來源 那 階級比較不好的人 甚至他們後來 我問他們 零用錢有沒有 因為在監獄裡面 你要花一些零用錢 這文位最清楚 就是說 不只是 他可能 你覺得好像花不到什麼錢 但是 衛生紙嘛 是不是 就那個 入見之後 公家就供應你 一條 那個什麼 一條軍毯 然後一個棉被 棉被一定是救的 除非你自己買 然後牙膏牙刷 那個毛巾 那些都是 必要的開銷 然後 一般 新收進來 然後我們 有大概 兩種還是三種規格的 那個新收包 就是 有那個內衣褲啊 然後 監獄用具這些都有 那你如果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只好在倉庫裡面 翻那個 舊的那個衣服 也就是 交保或者是 初間的人 留下來的東西 然後公家還供應你什麼 一條 球服的褲子 短褲或長褲 看那個季節而定 然後再來就是 冬天會有一條外套 然後就給你 然後接下來就是 監獄供應的就是 三餐 然後飲用水 其他東西是沒有的 所以 所以那個很多人都覺得說 人進去關 應該不用花到什麼錢 其實不是 其實你一定會有一些 額外的開銷 那你沒有錢怎麼辦 那個 講難聽一點 就是你在同房裡面 你沒有這些東西 那你只好 那個什麼 同房 需要同房幫你張的 那你就會落到那個 那個什麼 同房裡面 那個階級最低的那個地方 所以大部分的人就會 喔 去幫同房的 欸 洗洗衣服啊 洗洗碗筷啊 然後賺一點理用 對 然後你如果有煙影怎麼辦 那也是要看同房的顏色 然後我就說像 那個 馬蘇利他們那一房 其實大家在 在伊蘭的時候 其實都 補面都不錯 然後剛剛東木有講 他說他不背不坑 其實他在 他在裡面就是 我就覺得說 他們同房的被告 蠻垮的 而且是我們的老客戶 然後剛開始 他們其實互動 其實都不錯啦 但是 生活上的那個 衝突其實難免 然後那個 那個 台灣的那個被告 有一次就很生氣的跟我講說 他要做老大 你幫我把他調走 然後我就知道 有一些狀況 我就給他 就是調一個房 調房之後 過一陣子 欸 好像 這樣 雙方的那個脾氣又 又OK了 跟他掉在一起 欸 又沒事了 然後就常常會有 可是你又想想看 這個是 這個是在這樣的狀況 因為 他們 他們在那個伊蘭那邊生活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是希望說 欸 他們把那個 什麼 TWA 或者是硬辦給他們的那些錢 雖然不多 但是希望留下來 留著以後用 對 因為其實 他們有一些就是在 那個什麼 曾經上訴過高院啦 或到其他的看守所 現在他們都很了解說 其他地方的那種生態環境是怎麼樣 所以他們就會講說 沒關係 他們就留著 所以我才說 有一些 那個什麼 本地的被告 其實還蠻不錯的 結果他們離開的時候 就會指定說 這些東西是要留給他們留的 甚至有一些沒有講 他還是留下東西的時候 那個時候怎麼辦 然後 那個 那個什麼 裡面的那個被告就會講說 啊沒關係啦 這個 這個留在我們這一房裡面 也沒有用啊 你就拿過去給他們 大部分就覺得 你啊 有利嗎 歡迎來關 那個錢 那個錢的是 硬辦 硬辦 剛開始給了一次 就TWA一直要求 要反他們 還有律師 就是說他們沒有錢怎樣怎樣 硬辦給了他們 五千塊的 每個人五千塊的零用錢 就是 進看守所裡面 就是剛剛文匯講的 那自己買衛生紙啊 買什麼 日用品啊 零食啊這些都要簽 煙啊都要簽 那 我後來聽說 後來有一次問硬辦 在高院的時候 那已經是很久之後 我問他們說 那還沒有再給他們錢 他說 我們沒有錢 我們再看看 好 我先去想 哇 那他們五千塊 撐這麼久啊 那我後來就問TWA 原來是TWA跟律師他們 每次去看守所 看他們的時候 都會 匯一點錢給他們 台灣還是不錯 哈哈哈哈 那個監獄裡的錢 應該都是管理員 你們保管 你們不是私人 就是 住間的時候 他的錢就會 就會到那個 總務科去 然後就是 變成保管金 然後保管金 他會幫他開一個 類似像 銀行的那個帳本的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春澤那個 然後他是手寫的 所以你一開始進來 或者有人會進來 他就會做紀錄 然後他會給你簽單據 然後你就知道有多少錢進來 然後會騰上去 會蓋我們的帳 那你 接下來花費 花費 就要填那個什麼 購物 購物單 購物單的時候 你就會有多少花費 然後也一樣 就要騰上去 然後每個月 會做一次check 對 然後就 確定說 這個金額是沒問題的 花了多少錢 對對對 所以我 我有一個朋友他 他就說他 他說他哥哥已經過世了 他說他 早年他哥哥在關 他永遠搞不清楚 為什麼他哥哥每個月都要跟他要兩萬塊 所以那個是看守所的 因為他們沒有做第一歲 所以是可以用金錢的 監獄 監獄 也可以 看守所 在宜蘭是沒有所謂的被告工廠 所以他們是不下工廠工作 然後如果你是受刑人的話 法定規定你就是要作業 可是那個工資其實是非常低的 大概一個月大概兩三百塊而已 除非你做高餅金 對 就是特殊單位 比如說像那個 屏東的那個餅心醬油 醬油工廠 所以上次我有一個 那個朋友從金門回來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金門那邊大概那個作業金 他一個月大概可以領到一萬塊 哇 然後他就說如果是這樣子的單位 他說同樣是判二十年來講 好 一個一個只做手工大概一個月兩三百 然後一個是做那個什麼 麵線 對 然後他是一萬塊 你就看看 那個什麼 欸 關十年就好了 出去之後 誰的競爭能力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就是非常現實的一點 對 然後 像那個 之前有一個年輕朋友他出去了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講 我說那你 你在裡面好嗎 因為 他是一個弱勢家庭 就是得代教養 他的阿嬤其實已經沒有辦法 供應他任何的東西 然後我就說那家裡不給你 那你怎麼辦 他說當然是幫人家打雜 然後打雜還做到 事業做太大 然後還被那個什麼 單位的那個 我們的同事警告 警告說你不可以這樣子搞 他說可是他們要生存 我也要生存阿 結果這句話就讓我們同事沒有話講 他說算了 我給你改配 你到別的地方再去搞 所以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他也想通了 所以 就關這一次了 就這樣 就關這一次 我說其實 其實在裡面 你可以遇到 形形色色的人 其實還蠻有趣的 像這個年輕人 我是從 欸 那個什麼 九十年 我調回宜蘭的時候 他十幾歲 大概十四歲 還是十五歲 對 他在哨觀所 然後後來他們的官戶人跟我蠻好的 他就說 你幫我把他顧好 大概隔了大概 大概 半個月吧 我就看他們官戶人講 說我投降了 我說我根本沒有辦法顧好他 因為他就 他就常常在 在房裡面搞動搞西啊 然後 只要那個什麼 只要不是我的班 然後他就打人 然後我在的時候 他就乖乖的 他就賣面子給他的官戶人 然後可是就 他 那個後來 回去了 回去又來的時候 他罪名就不一樣 他很多東西都做過 什麼那個 剛開始是 什麼什麼 淘血還是淘家血血 然後搞到最後 欸 那個什麼 盜賣盜版光碟啦 然後偷竊 最後一趟關 連槍都有了 還好這個孩子 他是沒有碰鼻皮 然後他的 男女關係很複雜 他就是 十幾歲 他就把女孩子肚子搞大了 對方 知道對方一懷孕 他就 掰掰 你自己去墮胎 然後到最後 他就說 他就 他就說他 遇到一個好女生 因為 後來我遇到他 我在裡面遇到他的時候 他剛好從 桃少福 回來 然後那個時候已經成年了 所以他就回來執行 回來執行 他看到我就很高興 他說 我跟妳看一樣東西 就拿出來的時候 就一張照片 抱著孩子 可是我看到那張照片 我心都碎了 那時候 他抱著孩子的時候 他整個臉 臉是通紅的 然後哭 然後另外一隻手 是手銬 那張照片 是在警局拍的 結果我就說 我就說有孩子 他說對 我說那是怎麼回事 然後他就說 他在進去之前的 前一任 然後 他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以後跟人家說歪 結果這個女孩子非常有勇氣 跟他的父母親去談 然後他爸媽也很好 就說 這個孫子我們要定了 就把他生下來 結果他跟他歪了之後呢 他又跟另外一個女生在一起 結果後來他被抓的時候 後面這個女生就跟他歪了 結果後來他 那個在警局的時候 這個女孩子已經生殘了 然後他就抱著那個小朋友去跟他相認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你抱著孩子有什麼感覺 然後他就說 我抱著孩子那一刻 我突然發覺我自己過得多發 然後他現在出去幾個月了 非常勉勵 他現在在一家 那個什麼高科技產業 做業員 很認真